陛下 若萱 陛下 您来了 陛下不要伤心 臣妾命令福报 能与陛下相遇相知 已经喊满足了 若萱 若萱 咱以后有的是时间 咱慢慢说 聚散总有事 这又有什么的 臣妾只希望陛下 以后能好好的 好好照顾自己 太后 年事已高 陛下 还是不要多让他操劳 也不要让他烦心 陛下 也请亲爱 朕不要你送 若萱 你走了要治怎么活呀 那么臣妾 就让陛下想我一点点 每天一点点 臣妾 自信成定 你一无苦处 你一无苦处 还望陛下 不要挂念 极月 若是来生有缘 我们别再相逢在 帝王间 你一无苦处 就让你一无苦处 你一无苦处 若萱 陛下 陛下 贵妃已经去了 你不能让她在九泉下不安啊 陛下 陛下 太后 怎么了 贵妃 红 红室了 这一天 终归还是到了 蓁儿 跟我一起去趟祁福殿 给这孩子 殿一盏 长命灯 我姓黄 叫黄元 这回你可别忘了 黄公子 我记住了 陛下 真的是你吗 我好怕 好怕这只是一场梦 我好怕 不怕 这就是我 你怎么会让我 你怎么会让我 你现在没想到 我 你怎么会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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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事情会让我 你意义 我 陛下 此次 闹得有点太不像话了 启元的心痛 我都能体会到 这所有的伤痛 只有时间 才能慢慢治愈 谁都帮不了他 再过些年 就会明白 无论是帝王将相 以后还是平民百姓 要经历的都一样 都一样 都一样 陛下 您都多久没有合过眼了 快歇歇吧 过来 陪朕看玩书 小的不敢 小离子 你跟朕也有十多年了吧 是 朕的心事你都清楚 朕 说你是朕最好的朋友 不为过吧 小的万万不敢 起来吧 朕和若萱的感激 你是从头看到尾的 我们之前 又说不清的缘分 我们初次相见 是朕跟若萱的风筝缠在一起 你要见 朕没让 从此这两个风筝 就不离不弃 飘飘荡荡地飞走了 他真是心灵手巧啊 想得出 什么 春餐品 春餐到死 死放尽 朕 蜡炬成灰 泪是干 对 还有一道凉粉 叫什么 孝春风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已久 像春风 他那次送点心传话 写下了 今生已过年 结局 来圣渊儿 怎么如今想起来 就一语成真了 陛下 想点有趣的事 你还记不记得 还记不记得西山的红叶 对 对 红叶 对 这是他留给朕 最后的念想 朕世间纷纷扰扰 大家都争到不朽 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朕 朕 纵然坐拥天下 该留的 一个都没留住 到头来 还是孤家寡人 陛下 究竟还有什么意思 你 陛下 那你既然拿了我的红叶 是不是该回赠一片给我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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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